指示法,我是孫敏喜 說說事先,今日市是帥哥 全日大幅上升 大幅高開後,全日都是高位徘徊 最後全日接近高位收,是703點上升 收28,202點,重上28,000 成交,不過相對普通一點 1050億,當然比早兩日已經好很多 今天能夠大升,其中一類強勁的股份 就是手機設備股 包括瑞星和順雨,順雨一成一成 彈星很強勁 與此同時,重榜股包括騰訊 以及友邦都能夠上升4%開外 大動的市場,今天就上升7、8點 非常厲害 大致講完試況的情況 都要講一下,究竟今天為何這麼強勁 以至後市怎麼看 今天為何這麼強勁 可能大家都知道大致的情況 就是 標題有幾個字 中美有計談,港股就不斷升 中美有計談,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特朗普終於忍不住了 打電話 邀約國家主席習近平 談電話 結果談完,談完之後 大家都同意在未來的G20峰會會面 談談涉及外交相關問題 一聽大家就第一時間解讀 就是中美的情況,又轉機了 貿易說之前的僵局好像有機會打開 所以就狂升 由美股昨晚已經狂升 其中跟科技相關的股份升得特別強 包括費成半導體指數,升至4% 至於英偉達,蘋果也不錯的升幅 英偉達升5% 這些都是重要的科技股 蘋果也是,升2%又多 美國已經狂升 歐洲也是跟著做好 港股夜期也是向上 所以今天一回來就大幅高開 一開就開上去18,000點之上 全日都是站在18,000點之上 走勢非常強 其實今天大聲 因為之前大家有些部份人 部份人覺得情況一直都覺得不是太樂觀 因為昨天之前 中國一直都沒有就著 會不會在G20和美國談 習近平會與特朗姆談 沒有就著這件事表態 所以今天對某部份人來說 有一點驚喜 但我自己覺得評論整件事 這件事當然是今天推升港股的原因 但推升完今天之後 能不能繼續向上推升呢 我覺得要再等下才知道 因為畢竟他們真的見面 就沒有那麼快 而更加重要 其實今次的特朗普轉軚 都不是完全的意外 都是有跡可尋的 因為其實我們上星期做節目 特別是星期五的IM講烏台 已經說了這麼多的意思 到今個星期出的 在i-money出的編輯 都說了整個情況 就是估計特朗普會不會 來一個不情願的轉身 不情願轉身 就問一下一點點 廣東話講法就估計會轉軚 為什麼轉軚呢 其實特朗普在這段時間 其實一直的壓力就越來越大 在重重的壓力之下 他可能忍不住 可能終於會跟中國講 要求跟習近平親自低威一點 跟習近平講 就要見面 為什麼他作出這樣的預測呢 其實跡象可尋是第一 其實特朗普一直都不斷哭 說要跟習近平見面 不止見面 還是威脅 如果不見面 立即對你3000億的貨品 徵手關稅 否則不止25% 之前說25% 現在可能遠高於25% 就說不見面 就馬上來 一直威脅 要跟習近平見面 今次的分析很簡單 經常以惡蛾 說著蝶蝶不憂的人 其實對這件事非常著緊 雖然他口硬 其實看不看也無所謂 後來就報一句 其實從他不斷提起 再再顯示 其實很想跟習近平見面 為何這麼想跟習近平見面 跟他國內的政治和經濟的形勢有關 經濟方面 特別商界壓力越來越大 因為 在今個星期 就開始有七天的聽證會 就著未來會對中國的三千億進口 去美國的貨品開徵關稅 就聽聽美國企業的意見 其實在上星期開始 當地的商界 已經有很多反對聲音出緊來 不斷向特朗普的團隊施壓 要求他不要對三千億貨品開徵關稅 甚至乎要求取消在之前下來的關稅 原因是你一提到很多原因 其中提到重要的影響 就是如果這樣搞 美國上星期的反對信 其中一個說法就是 如果這樣搞的話 美國就會喪失二百萬個就業職位 第一 每戶的美國家庭 每年會多支出二千億美元 以及GDP會下跌一個百分點 這是其中一群團體的威脅 對特朗普來說壓力是非常之大 因為其實除了這些團體之外 斗籠一直都喊救命 斗籠出不去 中國還叫他延遲運斗籠 斗籠窄在這裏做甚麼 所以一路龍戶民已經向他施壓 加上其他零售商的製造業 一路聯群結黨向他施壓 他已經壓力很大 加上政治上 特朗普正式開始了 今個禮拜 為2020競選連任做事 合合在整個禮拜來計算 合合在開始做事前 民望就明顯落後 相對於民主黨的對手 其實現在民主黨的對手 究竟誰出來還未知 因為還是在賽選階段 一大堆人去競逐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之隔 但即使未知誰是 其中五個民望都高過特朗普 有些高過他 大家可能覺得不奇怪 拜登畢竟是奧巴馬時期的副總統 美國人都相對熟悉 高過他不奇怪 高了差不多10個百分點 另一個高過他也不奇怪 就是桑德斯 在上屆跟希拉莉爭得頭分壓力 搞到他自己的聲明在美國大躁 很多人都認識了他 所以他領先特朗普都不算十分意外 畢竟知名度比較高 甚至乎一些沒有那麼知名度高的 例如Warren Elizabeth 其中一個參議員 以前的學者都比他高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特朗普真的有點震 所以在商界和政治的壓力之下 其實他有可能會做過轉身 起碼希望和中國先談談 談談到時才算 所以今次特朗普打電話 要求和習近平通電 接著要求開會 這件事對某部份人來說 可能都算是意外 但起碼對我或者讀者來說 其實都未至於意外 可能時間做了少許 可能隔幾天都不奇怪 但是估計在一兩個星期之內 他就會做事要求習近平通電 所以既然如此 對不少人來說 都算是可以預期 所以今次消息 除了上去之後 可能大致上消化了有關方面的利好消息 可能還有少許不奇怪 但大致上都是消化了利好狀況 這是第一 其一 其二 雖然特朗普低低慣了一波 邀約習近平通電話 但是此人一向都是反覆無常 雖然這波慣了之後 但是估計未來這幾天 可能他又出來拿回一些彩 拿個美彩 曹怨巴閉又怎樣怎樣怎樣 最常說的話 不是好的貿易協議就不要了 相信他在到封會之前 都會說一些語言 拿回一個美彩 不要逛得那麼低 所以 與其特朗普就住的關係方面 發出一些不太好的聲音 對港股來說 應該有些壓抑的作用 第一個 就是這件事件大致上消化了 另一方面就要看兩個男人 另外兩個男人 之前說的 就是特朗普和習近平的男人的事 向好的 支持股市升了 但是現在要看著另外兩個男人 另外兩個男人 一個就不太明朗 一個就肯定利誕 不太明朗是誰呢 就是 鮑威爾 就是聯儲局主席鮑威爾 一連兩日開會 今晚凌晨 就應該會有結果 有結果究竟是怎樣 之前大家對今次會議的預期比較高 高的意思是 估計會鴿派 就完全掌控整個形勢 覺得最鴿派的人的想法 就是今次會議都會減息 減息 25點止 就是所謂保險性減息 因為慎房 美國經濟不多碰檔 所以先減息 這個是比較 最樂觀的看法 偏向樂觀 就是估計今次不減息 但是會大開中門 7月 說到7月一定會減息 讓大家放心 就是回應市場的需求 所以 這個是整個情況 估計 就算今次不減息 都7月一定會減息 而且肯定放了聲氣 7月一定會減息 還有大開副貨幣政策 寬鬆的大門 令大家 特別是好友 就安心 這就是市場的看法 但是會不會是這樣的 剛才說 鮑威爾的情況是不明朗 不明朗為甚麼 因為其實還有幾個方面的因素考慮 究竟會不會像大家一樣 完全有大甲的資格出現 仍然有些變數 仍然有些不明朗 從以下的幾方面講 第一方面 剛才提及過 中美的情況 已經好像對某部分人來說 或者整個形勢 起碼比之前好一點 之前一直 聯署局 以至很多人都認為 接下來經濟最大風險之一 當然之一 可能是最大的 可能沒有之一 就是中美貿易戰打氣 現在他也有轉機 既然有轉機 對經濟的潛在衝擊 是否會變小 如果變小的話 聯儲局還會否這麼急去減息 這就是第一個不明朗的因素 第二個不明朗的因素 如果用三個月的平均數 仍然是沒有什麼大問題 加上零售銷售 消費者信心 這些數據 一直以來都不見一個很明顯的轉弱的勢頭 既然公布出來的數據 一直都沒有什麼大問題 你叫鮑威爾 就大開減息支援 大開綠燈 是不是恰當 這可能是聯儲局方面 都會考慮一下這些因素 更加加上第三個 就令到他在這方面 可能更加要深思熟 就是什麼呢 就是來自特朗普的壓力 從來沒有停止 而且近這兩天更加大 一直都罵鮑威爾 特朗普 上個星期已經說 聯儲局裡面的人不是格杰欄 不聽他們怎樣 令到他們在某方面都受制抓 如早減息 現在美股升多一萬點 總之一直都罵 今個星期又有新的消息 有報導說 白宮原來曾經考慮 在研究 是否將鮑威爾等冬菇 之前因為特朗普在去年曾經傳出過 特朗普有意 將鮑威爾炒柚 因著炒柚的報道 或者可能真的有這樣的事 所以白宮就研究 究竟是否 如果我們真的將鮑威爾 鄧東菇 不是叫炒柚 但鄧東菇其實和炒柚都沒有分別 與聯署局主席 鄧東菇有沒有法理的依據 這個已經有這樣的報導 外媒方面 加上外媒就問特朗普 究竟有這樣的傳聞 是否要考慮把鮑威爾等冬菇呢 特朗普的答法就是 看看他的表現 這樣就糟了 其實換言之 在某程度也承認了 其實這個報導 都八九不離十 真的有研究過 是否可以鮑威爾等冬菇 既然是這樣 頭赤了 聯署局說了 叫做獨立運作 雖然過往都 不少次受到美國總統的干預 例如早三年 尼克遜時代 那些都曾經干預的聯署局 但畢竟都叫做獨立機構 獨立運作 你現在這樣來施壓 說是炒 鄧洛東菇說到這樣 究竟鮑威爾會否因此反彈 本來想著大家 說一定會開綠燈 這個原因會否令他開綠燈 考慮開不開綠燈的時候 有個猶豫 甚至抗拒 所以這個要留意著 所以今晚聯署局的聲明 以致鮑威爾出來見記者 有時怎樣說 大家要留意著 因為有些不明案在 指一個很明顯向淡的男人是誰 就是約翰遜 約翰遜就是英國的前外相 現在沒有工作了 現在競逐著保守黨的黨魁 做了保守黨的黨魁 現在在英國現行的政局裏面 就會自然做首相 為何去利淡呢 因為這位仁兄 一向作風都有英國特朗普之稱 大家對他的印象都是一般的 覺得做的事都是不安 就排你出牌 而更加重要的是 這幾天在動保守黨的競選活動的時候 說得明白就明白了 十月三十日 三十一日 十月三十一日 至十月底 無論有沒有協議都會脫勾 英國無論協議都會脫勾 這就是重要的 因為之前大家一直覺得 英國不會脫勾 不會沒有協議脫勾 甚至不會脫勾 兩個說法都有 現在約翰遜一直都是 沒有協議脫勾的支持者 無論如何都覺得應該脫勾 有沒有協議都沒有所謂 現在他在競選手上 經過兩輪的投票 他都是領先的 而且領先的幅度越來越大 看一眼勢他真的做到手上的機會大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怎樣搞呢 現在大家市場就很害怕 因為之前他就 除了這麼說之下 他跟歐盟都哭過話 就說我們要這麼多 英國如果脫勾 要這麼多分手費 他就醞釀想不給 歐盟就說你不給 就硬脫勾 不跟你談 類似的樣子 這種人就著脫勾的事 跟文翠山比較 梅伊比較 很明顯是強硬很多 很明顯是不惜 沒有協議都要脫勾的人 他現在這樣說 做了做手上之後會不會轉軚 不知道 但現在市場很擔心 英鎊最近不斷勾勾 跌到1.25水平 這個真的非常低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大家會很害怕 如果真是他當選 就做了 做了手上 如果真是說得出 不斷推動 脫勾 有沒有協議都不要緊 這樣的話 對全球金融市場 肯定有一個衝擊 對港股當然 都會受到影響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今天港股彈了上去 欣著習近平和特朗普 這兩個男人 有些少少言歸於好 的狀況 少少推了上去 再推上去 現在初步看 再推一點也不奇怪 因為 由3.0300點左右 大概跌到2.6700點左右 現在正在反彈 反彈一半左右 大概是2.8500點左右 現在這樣的勢 就是再彈一點 去試一下反彈的一半 是不奇怪的 因為勢還是強 但是 有些人說牛屎已經來臨 初步看 就不多次 因為 兩個男人言歸於好 另外兩個男人 一個是不明朗因素 另一個 很明顯 有些淡淡的味道 在這種情況之下 可能彈了一點 28,500點左右 就會受制 就再在高位整顧 好 今天的分析就大致這麼多 多謝大家收看